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沉默了好一会儿才悠悠地说 没事无论如何我都会去送你 然而瑞贝卡临行的那天 说好要来相宿的托尼却迟迟迟遗事 带着满腹的疑惑以及对托尼的不舍 瑞贝卡踏上了去东京的航船 转眼十年过去了 在东京完成了学业的瑞贝卡 决定再次回到那个让自己从未放假的海滨小镇 她约见了托尼 两个人和以前一样一见如故 甚是欢喜 但其实现实是 托尼已经有了女友 正当两个人沉浸在久别惩妇的欢喜中 悲伤再次袭来 两个人在出奇的途中遭遇车祸 瑞贝卡相而无事地活了下来 而托尼却永远地离开了他 被这一噩耗冲毁了所有理事的瑞贝卡 决定利用克隆技术再次和托尼相遇 他掘开托尼的棺材 贴取了自DNA 瑞贝卡决定将托尼的DNA 植入到自己体内 这样就可以保证他的安全 并且安稳地生下他 托尼的母亲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 瑞贝卡已经背离伦理学的决定 但已经被悲伤冲昏了头脑的瑞贝卡 还是决定坚持自己的想法 拐贷实业后 他顺利地生下小托尼 小托尼在瑞贝卡的精心抚养下 着装成长 在瑞贝卡的保护下 他似乎无忧无虑没有烦恼 然而因为小托尼的来路 身上的人似乎都很排挤这个复制人 大家都不让自己的孩子和小托尼接触 瑞贝卡为了给小托尼一个快乐的童年 便只好先带着他离开了这座小镇 他们新的住所是在一座孤独的临海木屋 小托尼摆脱了以前的阴霾 很快在这里交到了新朋友 看着小托尼一天再长大 也越来越像死去的父亲 瑞贝卡心里还算有些安慰 不过因为小托尼的日益成长 他相当然的也考虑起了伴侣的事情 瑞贝卡每天看着儿子托尼 和他的女幼在一起亲亲我我 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看着别的女人占用着自己丈夫的身体 内心每天都很煎熬 托尼女幼也觉察到了瑞贝卡 对待托尼似乎还有除了母子之外的其他情愫 加之他总能看到瑞贝卡对自己的敌意 这天托尼的生母 也就是小托尼的奶奶突然造访 一顿交涉后 让托尼对自己的来路产生了很大的愧惑 在托尼的一再逼问下 瑞贝卡终于承认了 托尼是自己用克隆技术复制出来的 听到这一消息的托尼当场爆发 他将所有的不满情绪都发泄在了瑞贝卡的身上 却又因为他对瑞贝卡的别样感情 俩人竟然做出了乱伦越轨之事 影片最后 托尼实在受不了自己的出身来路 便收拾了洗脑准备离开 而这时 瑞贝卡的肚子里 一个属于他和儿子托尼的新生命即将诞生 更多精彩下期再见